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天我已經不開聲了 因為我的聲音就變成這樣 大家好 這個就是2018年的5月多少日 5月15日 即是多少集 178集 這個電影有毒 今天的主題會說什麼 我就說廉瘡物業 兼瘡物業 阿珍珍是叫什麼名字 我知道電影宣傳的Trailer是這麼說的 那你信電影宣傳嗎 5月16日 如果在日文的讀法 尼瘡物業是怎麼讀的 我們不如叫做尼瘡物業 這個主題叫做尼瘡物業 尼瘡物業 唸瘡物業 我看見宣傳人家公司是這麼說的 是拿拼音的 不是 主要現在那個叫做考究 有很多事情不同了 考究讀的叫做政治 你都不知道他叫做什麼政治 有這種情況出現來的 我們原本的尼瘡物業 剛剛最近做了 大家都看過了 我們開頭這個圖淡湯 你知道你說什麼嗎 有圖的 這個叫做什麼叫做 當祈禱瘡物業 當祈禱瘡物業 怎麼說 當祈禱瘡物業 有沒有誰知道這個故事是說什麼的 不知道 為什麼叫做頭淡湯 不知道 不知道 全都不知道的舉手 都不知道 東野龜吾 知不知道是誰 知 奇倫知 奇倫知 有沒有看過 沒有 不過知道之前是有這套片 應該是現在來這套上一集 上一集 就是這個偵探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阿寶寬 你說是不是出事 這竟然有說 阿寶寬 這個家河探 你還沒看過那些戲嗎 你們的戲 羅幻玉牆都看 不是 電視劇那個都沒看過 家河探案那個 電視劇我不會看 所以 其實人家都救病 好像是門外刊 我們已經做了178集 你們都做門外刊 太多 太多東西看 但是叫重要戲 你看什麼戲 這個 我們今天 覺得可以做一個 叫做日本的專輯 而且 這個 《東野龜吾》 它現在都很流行 最近有一部 都受歡迎 叫什麼名字 什麼什麼雜貨店 奇蹟雜貨店 你幾好讀這個 解憂宅 奇蹟雜貨店 是不是小說的名字 不是 你那個 大陸 是不是叫這個名字 大陸 小了路 你怎麼看 你真是離譜 這個時候 你都說那個專輯 這麼大 你沒有看這部戲的嗎 我看也有看 那為什麼你都會忘記 他書也有看的 他會 最大的問題 因為《東野龜》 不是現在 我想是日本的作者 作家界最出名的一個作家 多產 他不夠多 因為如果他多產 他應該再煩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一個故事 他一寫好了 每一個小說一寫好了 那時候呢 就肯定呢 立即去拍電影的 是 相當之受歡迎的 亦得慢呢 那他呢 現在呢 這個呢 叫做《當祈禱落幕時》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前的電影版 都是一個家河探員的 那個叫做奇麟之翼 那是講那個 在一個日本橋的附近 日本橋 有沒有去過的 啊 啊 貓貓 日本橋 是啊 你看到日本橋裏面有個奇麟之翼的呢 嗯 有沒有呢 有 那他呢 就是上一次那個故事 相當之 其實很好看的 但是這次呢 這部奇麟之翼呢 是更加重要的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他原來那個故事呢 就是 那 東野龜原的 那些故事 他在推理故事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什麼特別的 大家會 知道呢 他跟以前的那個推理小說呢 是最不同的 是哪種方便呢 完全不知道啊 他改變了 他是改變了那個推理小說的 用一種新的方式呢 你講 現在他講的最多 是最好的 不知道啊 完全 但是每個人都是抹大個口 得個孔的 嗯 他就是呢 跟一本的推理小說最不同的 就是 很早已經講了給你看 兇手是誰 啊 行兇者是誰 但是他告訴你呢 當年知道了那時候 他最重要的要告訴你呢 他那個叫做犯案的動機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應該呢 應該呢 是這個淡然 家賀淡然 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那個故事呢 是講到呢 他找回到他 離家出走他的媽媽 然後 在一個遠處呢 就有一個小鎮的地方 就裡面那個那裡呢 就是已經過了生 然後過了生之後呢 那家賀呢 就去找回他那個媽媽的那個 就是 遺體啦 還有知道呢 原來呢 就這樣他 有一個人呢 其實都 間中呢 都去陪他的 那那個人呢 就原來 是阿松島 就是阿松島塞塞子 就是另外一個女主角呢 那個爸爸來的 那他呢 就想呢 就是知道呢 就是那個媽媽 他那時候呢 但是他之前呢 他離家出走 那然後呢 那時候呢 他呢 那時候呢 他都關心他媽媽 究竟呢 就是 離家出走之後呢 他有什麼生活 那樣 但是與此同時呢 當他認識了 松島塞塞子 他的爸爸的時候呢 那他呢 就想找他爸爸 的時候呢 就發覺他們牽涉了一個 謀殺案 那如果謀殺案裡面的那裡呢 很快就知道了 重討在此 殺了人 因為那個死者是他的舊同學 故事就開始說了 是兩個親人的故事 究竟裡面有什麼關係呢 整個故事 如果你看過追理小說 你們是否喜歡看推理小說 你們有看過經典的推理電影嗎 說一部出來給我聽 班長 經典的推理電影 福爾摩斯那些 日本那些呢 當然是我們來一個日本的 日本那些 神探加利略 媽媽呢 所羅門 那Janice呢 喜歡看金石佬做死神的甜蜜語 都說那些都不是很正常的推理 都是你的故事來的 都不是經典的 金田一不講的 那你講不講呢 金田一應該講的 我記得認識那些 舊一點的 那些 他們叫做本格派 那些 例如哪裡呢 是不是叫做玉門島 還是百慕村 都是金田一那些 金田一 金田一監俗 所以我一失聲 發覺突然出事了 那你有沒有看過 那個叫做曲中雲段 沙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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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沿逐院 沿逐院 沙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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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經典的推理電影 這部當期祈禱落幕時 最近上年大家看完之後 都覺得這部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 第一就是柯普寬 夾松島在塞子 也算是很少夾的 這個導演最近在電視劇很紅的 我聽到很多人都說這個導演的風格 就有很多將古典日本的經典戲放下來 所以特別推薦給大家的 辛苦大家了 你們也幫不了我忙 講完之後 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 我們這次的主題說什麼呢 我負責只是按這個 好 講我們這次的主題說什麼 是 兼倉物語 這樣就你做主題了 好 我做主題 我覺得非常好看 不是 你要講一下 我們第一節多數都是講 大家都是講什麼 那你做主題 那你問他們 好 我們再講一下 對於兼倉物語覺得如何如何 那不如又貓貓講起吧 我覺得 我覺得他拍得好像 我看得很聯想著 就是千與千審 就是真人的動畫 是啊 還有我很喜歡 他有一些小動物 那不是小動物 我可不可以發現原來是河童的 小河童在走來走去走去走去 但是很奇怪 那些村民不覺得是一回事 是啊 是啊 因為他們會不會跟那些人一起生活 高度呢 很奇怪 他找這麼小的東西 很搞鬼 他原本漫畫是有很大的對比 男女主角 嗯 但你覺得是否很好看 好啊 我喜歡看他90分 90分 那Janice呢 我都很喜歡 我學了有85分 85分 你覺得哪一道對你來說是最有印象 最深刻的一段 我覺得他講他們兩夫婦那些 雖然不是說很多或者很特別 有些什麼的經歷 但是你會看完之後 都會覺得 都很好笑的 是啊 會笑 都挺感動的 嗯 嗯 嗯 對白 對白 OK 是 是 先給分 我都給85分 因為我喜歡一套戲 但當然我不覺得他已經很厲害 拍得很厲害 但是很喜歡那個氣氛 很想生活在那個陣裡面的感覺 在我的時代 因為我們看回那個時代 應該不是說我們現在這個現代 有很多的電子科技 電腦微 是的 我感覺那種氣氛是 也要用舊式那些攪拌 攪拌那些電話 那我很喜歡這種氣氛 可能真的現在喜歡懷舊 那我很喜歡陳套的氣氛 另外Janice 說那種 就是小夫妻那種 新婚那種感覺 又有一種 即是很日常 我很喜歡日本電影 說日常的這件事 當然裡面設定了多些奇幻東西 又是很正的 就是美術那方面 特別很多時候 我發覺他的設計 他已經不是再用回以前很傳統的那種 但他又當然令到你認得是一些什麼的角色 不是陰森恐怖的 不是陰森恐怖的 至少告訴你 那個地方是 那班長你自己有沒有這樣 是的 最後才說 其實我喜歡這套電影 就是說他整個調子就很宮崎鎮 就是好像一個宮崎鎮的漫畫 真人房 但是他又不會拍得很噁心 就為什麼呢 因為例如說他的背景 例如說他六七十年代 就是宮崎鎮很喜歡用的電車 郊外 還有他的配樂 配樂都是很 我覺得我自己聽起來很熟 就有點像 哈兒移動城堡那些 小圓舞曲那些輕化的調子 還有他由頭的色調 還有他的佈局 都很有動畫 很有漫畫的味道 所以其實很喜歡這套電 還有他們說了兩夫妻的生活 也是大家的關係 還有由開頭不認識姜鎮 女主角 我覺得由女主角角度看 我會進入女主角角度看多一點 又不認識姜鎮 去到最後最後喜歡在那裡生活 還有他跟他老公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寫得非常好 在看這部電影之前 你對這個叫姜鎮蜜魚 有沒有一個印象 還是看這部電影時才知道 由這部電影出來的呢 其實我看 有時看電影他有介紹的trailer 一看那個trailer已經覺得 相當喜歡 因為裡面有很多妖怪 還有他的造型就不是很嚇人的 是比較平易近人 很親吻的感覺 所以很有興趣去看 我們下一節回來的時候 再講這個兼聰明 對